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今天和大家繼續看CP Plus 我們兩位專員在昨天做完公務之後 終於有時間深入地看一看不同牌子的東西 首先帶給大家 是馬拉松L-MUNCH系統的三大品牌 好像不見LICA 接著就到M43的OM系統 花鳥蟲魚 都最喜歡用這個系統 你看到人數也不少 還有現場看到掛出來的照片 都證明了M43系統 都可以放到這麼大 這個大概就是極限 看好就賣便給錢就可以了 接著當然要招呼一下Canon 原來不說不覺 Canon 真的很專心研究3D的拍攝和器材 最近Apple的Vision Pro 就大熱了 可能Canon已經在密羅緊固地研究 接下來迎接元宇宙的時代 所以在相機思亡上的科技 就任由它擺一擺 你看到這個科技好像也不說得少 真是挺個人的 但是要兩隻手握著 這個設計我就覺得也挺有趣的 相信這個科技應用在博物館 或者古蹟文物上面 都應該挺實際的 咦 師兄好像有些東西弄不明白 不過不要緊 Canon 的職員幫緊你幫緊你 這個問題好像已經解決了 看到這裏真的要說一句Canon Delighted you always 除了虛擬實景的器材之外 Canon 都很大力研究3D拍攝的器材 之前我們都見過它的VR鏡頭 可以用在R-mount上 所以接下來應該在某一個業界上 可以大展拳腳 帶回Ready Player One 裡面的VR器材 就可以看回你拍攝了的畫面 親力奇景 這樣 這東西像是Canon 避開其他相機品牌做的事 它很專心地發掘一條新路 難道真的不跟其他人鬥旗艦機 自己另辟溪境 這東西都是值得我們去多多留意的 我相信Canon這間這麼大的公司 不是傻的 可以留意到Canon的EOS系統 就已經由普通的對焦系統 變成了一個3D化的AF系統 還可以把你個人變成一個3D立體的形象 那些細緻度 效果都挺creepy的 我想暫時是這樣 遲些應該會比較理想 還有不要忘記Canon是出印刷的 然後就有深圳的公司 Instastam360 不跟大家玩3D VR 跟大家玩AI 都是順應潮流 然後看到Sony 哇 打了劍擊 很精彩 然後 都是曬一曬 大香你來說 當然是要拿一部新機 試試對焦速度 一貫 很快 咬得很緊 模特兒很帥 那樣 我想我沒有去現場 都已經親臨其境 你看看Sony是多有錢 請多少個無特兒給大家 總之就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打關斗 繼續就是美女無特兒 Sony的套路真是人海戰術 好多個模特兒 好多鏡頭 好多鏡頭 好多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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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鏡頭 還有好多個景 還有好多個景 那樣 真的不是吹水 又有第二個景 又有第二個模特兒 繼續是Sony 不是 是騰龍 騰龍 也是用Sony 現場也放了一輛車 給大家試試鏡頭 然後當然就是Nikon 都是循例曬一下Line 這次留意 越來越標榜它是一部拍片的機 一樣 不少得有英俊的模特兒 和漂亮的場景 大會就放了拍片機 大家可以試試它的拍片功能 接著就到福倫 達了LAN 但是就放在玻璃櫃那裡 沒什麼意思 這些都見慣見熟的 又不是什麼新的 咦 有曾經交涉現場pasticphoto.hk 都有賣的90APO 接著 終於有新的 哇 75mm f1.0 Aspirical 那是什麼Mount ZMount 厲害 接著這四支更好 MMount的APO 53.5 兩個款 各有千秋 接著一堆Y-Angle鏡頭 21 15 都是那些 複製 其實複製 很多鏡頭 同一個焦點都很多 咦 這麼像Lonica 但是看真點 F-money 哇 那就可以放回FM2 使用 這個就真懷舊 有了 兔子耳 又是景 又是Model 一看就知道是有錢的品牌了 沒錯 最有錢的那個 富士 X18 是的 繼續第二天都是人山人海的 接著就是這隻新的Insta 小小隻 好像車cam 那樣的東西 大家近距離看一看 那究竟怎麼用的呢 富士真是最厲害的 你看到這個 美女姐姐 近距離跟你講解 好像說 都是說人民的 所以是不懂聽的 哇 你看看 可不可以用肢體語言溝通道呢 我相信大家 不用說 看樣子已經明白了 好明白了 是不是 我看破了紅塵 雖然看完都不太明白怎樣操作 不過我決定為了去買單 有時候富士的設計 真的比較好 好 接著 TOKINA 好久沒見了 這個牌子真的越來越少見了 TOKINA 接著有一堆不同的裝備 什麼牌子呢 沒錯 膠攝現場都有賣的 Lens Baby 這個真是經典 他現在放在那裡 接著有國產的C銳鏡頭 嘩 出一下出一下 出了這麼多字 誒 又到有Pastikphoto.hk有售的 超和風格菲林 還有出給雙鏡機用的 即影即有菲林貝 這些真是吸引的 接著又有TiPod 這個最近在Pastikphoto.hk 都真是大賣的 35和28的1.4大光圈 FLE Folding Element 還有一支新的50mm鏡頭 那個Covering Power 可以遮蓋到GFX的Medium Format 兩支都可以 28mm和35mm都可以 真的要買適合手了 我們都收到風 都是保持著斷時的了 之後 當然就要聽阿五Sir說 看多些書 如果不是就不學無術 別人說什麼基本事 你都是經常搭錯線 就不好了 繼續是那些高科技的東西 高科技電子零件 3600 這些其實都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10年前已經有了 不過 隨著時間進步 又上了一層樓 上一層樓的高度 真的可能都甚至高 這支這麼高的腳架 設定3600在上面 真是當航拍都不錯 真的很高 不是開玩笑 好了 差不多了 祝大家人月亮團圓 元宵節快樂 拜拜